同志们,我又到乌鲁木齐了 然后我现在在酒店里已经放好行李了 我上次来新疆的时候不是走的行程就很多都没去嘛 然后觉得蛮遗憾的 这次的话就来了以后打算二刷新疆去别的地方走伊犁县 现在夏天的话伊犁县应该开了野花什么的都蛮漂亮的 然后看一看湖啊,看一看草地啊之类的 今天我也打算出去吃饭 还是去上次来的那一家叫十六红楼 我觉得它家还蛮好吃的,我现在出门了 我现在吃完饭了 然后打算去附近的大超市去买点水果 就是如果你们来旅游的话也最好提前在乌鲁木齐买 就这边比较全 如果你到那个路程中,就是行程中再去周围买的话就很不容易逛的 我进到超市里面来了 也是上次我逛过的七一超市 那个在路上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吃咸的多余甜的 你看他们新疆这边卖酸奶都是按桶卖,太爽了 然后他这还送个奶皮 上次吃这个我觉得挺好吃的 这个好像还蛮出名的,这个奶球 这个帐篮 Zither Harp 我买了这些东西 然后这是我五天的口粮 这么一看我觉得我好像 买太多了 都是零食和水果 就是都是在路上吃的 然后那个 Reed Cheese的一个芝士棒 还挺好吃的 好像以前也介绍过 最近不是王小鲁的 那个凤爪也蛮好吃的吗 然后也买了这个 今天的话我就不出去上夜市了 本来开始想去了 我打算早点休息 因为估计明天的话 又是一个早起的一个行程 这雨下的 下的前面都看不着路了 我到塞里木湖了 哇塞 这边太漂亮了 这边的海有好多种颜色 交杂在一起的 哇 快看那边的山 明暗交界还有云朵 太像那个电脑的开机屏幕了 哇塞 这个水也太清澈了吧 那边是灰色的 看 那边是蓝色的 然后再远一点的话 是深蓝色的 太漂亮了 那边的云海 太美了 哇 好像一大坨棉花塘 不是 我自己拍可以吗 真的是这边绝美啊 太好看了 可爱的大羊驼 我摸它一下行吗 它不会吐我吧 它吐你的 它不让我摸什么 咋在一丝我没花钱是吗 这都是让你训练的 那你让我 你跟他说让我摸一下吧 摸一下 你晚上都睡不着了 你干嘛呢 它要吐我 算了算了 好可爱啊 开心开心开心 这个是什么 羊驼 它这边刚下完雨 然后天特别蓝 如果这边有大把大把的阳光的话 就会更好看一点了 它现在下雨了 但是一点都不影响这个地方的美貌 这雨这边现在下大了 就只能回去了 绝了 这太大的雨了 三里木湖全程90多公里 然后这是我们停的第三个点 叫电降台 就是很多电视剧都是在这拍的 你又是哪里来的咪咪啊 你为什么把屁股对着我 你屁股对着我的意义是什么 我终于爬上来了 电降台 我不喜欢了我要 不过真的好看值得 特别值得 我下去了 哇 那边好漂亮 哇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景点了 这浪大的呀 哇 这 那么 怎么 这 这 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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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鹅还是鸭子 它好肥 它养得好好 你过来 来 过来 它来了 它来了 哇 这个彩虹好漂亮 好大一截 哇 哇 好清晰啊 这个 看这边 这边有雾来 山这边好看 过来看这边 这边看这边 好漂亮 果子够大桥到了 今天是在新疆的第三天 然后今天主要的行程是去一下湿地和草原 然后早上的话起来去酒店早餐 吃假早餐 哇 我们到伊犁河这边了 它们这边的树是 最往向上的那种 都旁边没有什么枝 这边还有两头牛呢 然后是那种花的 咦 太咳嗽了 我现在到昭苏湿地公园了 但是我感觉这个景 比较一般 我觉得今天的行程就是滑水的一天 这是没有什么大的 特别出名的景点 哇 在那的山上 还有一群马呢 但是这边只能拍到剪影 我在湿地最高处的观景台了 然后它这边是主要就是有一条河 然后看远处那大朵云那块 那里在下雨 我觉得在这种地方能看到这种大片的雨云 还蛮神奇的 因为一般城市的话 这种是有建筑物阻挡是比较难看见的 看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就真的还蛮辽阔的 这种非常难看着 别开山了 你是别开山 别开山了 你是别开山 大五来 太多了 我们赶上了一场天马表演 然后马在水中看一看 应该是蛮厉害的 哇 好漂亮啊 哇 好漂亮啊 来 几十拍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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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的很 你看 有个马跑的 你还要在河里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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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再见了 多漂亮 吗 背影更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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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